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权重到什么地步呢 秦桧有几天有病 请假在家没来上班 那么他的几个富手们上班的时候不敢说话 其他话都不敢说 只知道他们上班的时候只知道歌颂秦桧 说秦桧怎么怎么好 其他话都不敢说 因为怕话万一喘到秦桧耳朵里 这是一个 他们也不敢讨论国家事情 讨论国家事情的时候 秦桧说我有病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就要讨论了 他们也不敢说 所以这时候的昌之政事 这时候的负载项 就成为一种制度的摆设 没什么作用了 还有一种情况 昌之政事呢 在两宋年间呢 有时候他会排除在议政之外 就朝廷讨论这个政务大师啊 昌之政是不得参与 从宋太宗以后 昌之政是呢 昌政义政 他是已经获得了制度上的保证 是朝廷 成为朝廷的常规制度 但是 昌之政时呢 他是宰相的下属 喜欢揽权的宰相 或者宰相的 或者权相当政期间 昌之政时呢 有时候就会被排除在议政 昌政的这个权力的圈子之外 昌之政时呢 就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 中央政务 这是宰相王安时和他的亲信真部来商议 而当时的昌之政时呢 叫冯金和王规都不能参与 有事情直接向王安时报告 回头去做 有人对政部说 你这个事情应该向这个两个昌之政事 冯金和王规 应该向他们两个人报告 他们也是你的上级啊 政部回答说 丞相一议定 何问比位 说宰相已经说定了 我还问他们干什么呀 那么 这样的情况发生 昌之政时被架空 成为制度的摆设 一定都是权相当政的时候 当然 也发生在宰相特别受皇帝信任的时候 那么权相当政的时候 大多数是发生在南宋 所以呢 在宰相和昌之政事的两者关系之间 宰相对昌之政事的控制和操纵是主要的方面 一般的情况下 昌之政事需要迎合宰相 讨好宰相 才能够坐稳自己的位置 使自己在中央政府的位置呢 变得稳定 可以举一个这个昌之政事拍马屁的一个例子 太宗时期 寇仁后代做官做到宰相 寇仁后来也是三朝宰相 他在真宗时期也做宰相 那么寇仁在真宗时期做宰相的时候呢 已经是老宰相了 权力已经挺大了 是吧 非常有声望了 当时有一位呢 特别有踩杠的人叫丁维 丁维后来被这个认定是奸臣了 这种呢 特别能干事情 也特别擅长拍马屁 他就拍寇仁的马屁 那么寇仁有一天喝那个羹汤的时候 喝着呢 不小心这个羹汤呢 就流出来脏到自己的胡须上 脏到胡须上 那么这个丁维就站起来 用自己的这个衣服袖子啊 伸手过去用自己衣服袖子 把这个扣准的胡须上所脏的东西给擦掉 那么扣准笑着说 说你这个参支正事啊 是夫宰相啊 是国家的这个大臣啊 你现在给我擦胡须 太过分了吧 就是这个扣准也觉得这个丁维拍马屁过分了 说丁维当时啊 就听了以后啊 感到呢 脸红跟到非常的这个羞愧 那么后来丁维呢 去陷害扣准 说与这个事情也有关系 那么往年扣准被贬折 是因为丁维陷害的结果 说扣准呢 想模仿啊什么的 但是扣准这个人呢 相对来说心胸气度还是比较大量的 再到后来丁维也失事了 也被贬光了 贬光贬出去的时候 扣准的家里人 家人 萌生 他们呢 准备呢 等扣 等这个丁维 这贬光路过此地的时候呢 好好去揍他一通 出出气 那么扣准的认为 这不用干这样的事情 那么知道丁维那天路过此地的时候呢 他把家里的大门全部紧锁 不允许家里人出门 但是呢 当年丁维之随意能够一路高升 就是因为拍宰相扣准的麻痹 麻痹拍到为人家插胡须 那么下面呢 再来介绍 苍之正式呢 与宰相之间的事实上呢 在更多的正常的情况下呢 他们之间有个制衡的关系 相互制衡 前面讲的两种情况都是特殊情况 一个是宰相被架空 一种是仓之正式成为百事 这都是不应该 都是不正常的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 宰相与仓之正式之间呢 有相互制衡的关系 没有仓之正式的合理的配合 中苏机构就难以正常开展工作 你说副手不配合正手工作 这工作怎么开展的 而且呢 仓之正式呢 做到副宰相呢 他一定也是皇帝的亲信大臣 他们也是朝仓与 按照制度的规定 他们也是可以参与朝政的讨论的 他们的意见呢 经常也会影响皇帝的决断 反过来 他就会制约着宰相的权力的行使 所以你看权相当政时期 这个权相就要不断的更换 这个仓之正式了 尤其是后来太宗以后 皇帝有意识的 让仓之正式呢 参与异政 那么这种制约关系呢 就更加明显了 宋孝宗在任命周逼大做 参之正式的时候呢 说了一句话 他说 执政与宰相 故当合而不同 就是说 这个副宰相对宰相呢 他们应该合而不同 他们关系是很和睦的 但是意见有时候应该是不同的 是吧 有什么意见 都应该想朝廷提出来 应该是合而不同 那么宋人呢 也提出一种 他们之间 副宰相的理想关系 就是宰相与副宰相之间呢 有副 有副乡协作 合作 不像呢 不要副乡的拆台 那么 那么 副宰呢 他们之间呢 有意见分歧 但最后呢 要达成了合作关系 当然 这么一种 和而不同的 制衡关系啊 是很难实现的 你说让宰相 副宰相他们呢 关系非常好 非常和谐 处理问题的时候呢 意见又不一样 经常发生吵争执 那要维持这样一种 理想关系呢 当然 皇帝好 善于控制了 一方面 政府可以正常运作 另一方面 不会呢 大家接成党去欺骗皇帝 皇帝当然高兴了 但这种情况呢 这样种 和而不同的情况呢 是很难实现的 更多的时候呢 要么是 接党 营私 党同伐义 要么是勾心斗角 争权夺利 这么两种情况 更多 要么是宰相与副宰相 阶层私打 突抹个人利益 要么两者呢 配合不起来 互相呢 争吵 所以呢 在一般情况下呢 两者之间呢 是存在着一个 制衡关系 那么从制衡关系的 一个方面来看 仓制政事呢 制度规定 他们是可以 参政议政的 所以呢 他们被任命为 仓制政事的时候 在其位 就要谋其职 就要做自己的 那份工作 所以呢 他们就会有 仓政议政的 这个要求 他们会不刚心 仅仅做 宰相的附庸 在北宋 前期机构运装 正常的这种形态下 这种要求 就仓政事要求 仓政议政 他不是争权夺利的表现 而是对自己 执权的一种确认 这是我的权利 我坐这个位置 我必须干这个事情 比如说 宋神中年间 仓制政事 唐检 唐检 我刚才在上一讲 已经提到了 他不断地提出 个完死的不同意见 那么最后 这个意见不被接受 生气 得病 气死了 后来去世了 是吧 说唐介做 仓制政事的时候呢 当时宰相王安石 他所看的 这个文件啊 有时候根本呢 不让其他人看 自己看了就拉倒 自己就处理了 这个唐介就对 这个宰相真功亮说了 说 我们身在 身在这个呢 政府 这个政府是 中央领导班子啊 我们身在 这个中央领导班子 这个文件我们都没看 我们都不知道 皇帝如果问起来 我们怎么回答呀 我们都没看过 这文件啊 皇帝如果问起来 我们怎么回答呢 那么 由于 唐介这个提意见 提了以后 后来呢 文件拿出来呢 大家呢 一起看 那么 唐介这里 所真的 所争取的 不是阅读文件的权利 而是 昌之证实 他必须要有的 昌政 议政的权利 那么 唐介呢 是特别耿直港言的 他被任命为 这个副宰相的时候呢 他从 这个 办公地 回到家里的时候呢 他就对家里人说了 他说 我现在做副宰相 我要知无不言 所以呢 他对自己的子女说啊 将来呢 我不能给你们 不能给你们 带来什么好处 只是会给你们 带来许多坏处 因为我知无不言 我敢说话 我得罪人啊 得罪人以后 将来这些人 就是对你们都会不好的 所以唐介呢 一开始就遇见了 这种情况了 跟他的 儿女们都说了 那么 所以呢 唐介呢 是在王安寺当政的时候呢 多次与王安寺争论 后来生气呢 得病去世了 那么在两宋年间 昌之政事呢 他被剥夺了昌政 议政权力的时候 忠于执守者 一定会上书抗争 就给皇帝上书 表示抗议 甚至呢 持官而去 比如说 宋高宗年间 有两位宰相 赵鼎和张俊 这两位宰相呢 独狼大权 张俊呢 在外地 是吧 那么 他做宰相呢 是外派 被派到京城以外 派到京城以外 干什么呢 是率领军队 因为当时 南北宋的战争 很平凡啊 那么他以宰相的身份 派出前线 统一指挥军队 那么当时的昌之政事呢 叫沈于囚 还有苏密院的一个长官 叫孟玉 他们都凤凤不平 他说我们这些机构呢 就变成 宰相的这个文件的 这个下达的 就是帮宰相下达下达文件 就成为这样一个机构了 根本没有双政义政的权利 是吧 所以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 有什么意思呢 到了绍兴六年 公元11 公元1136年的 二月份 张军呢 再次到前线 被外派到前线的 这个做 这个前线的军队的大帅 沈于囚呢 也是不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副宰相 沈于囚不知道 他回家的时候啊 就叹息说 说这样的大事情 国家派宰相到前线 指挥军队 这样的大事情 我作为副宰相 一点也不知道 那么我坐在这个位置上 有什么意思啊 所以呢 他就坚决要求辞官 不干了 所以呢 皇帝过分依赖宰相 那权力发生倾斜的时候呢 这个权力的制衡关系 就被破坏了 那么权力制衡关系 被破坏以后呢 这个副宰相 沈于囚啊 他就不愿意 坐在这个位置上呢 无所作为 只有以辞官作为抗议 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再一种制衡关系呢 也会发生在呢 昌志正式 他不同意宰相的意见 宰相提出意见 昌志正式 反驳 提出不同意见 最后 宰相听从了 这个昌志正式的意见 这也是一种制衡关系 那么在这种制衡关系里边呢 意见正确的 是昌志正式 是负宰相 他们的意见 最终涨上风 有一部分的这个昌志正式啊 这个负宰相啊 他们是体会到 这个官制设置的 皇帝设置这个 昌志正式的意图 设置昌志 昌志 知识的意图呢 就是让他们积极昌政议政 对宰相的所作所为 有所 帮助 有所弥补 所以呢 他们就会坚持自己的职守 不会 阿谀奉承宰相 这种情况 其实都更多的发生 在北宋的前期中期 这个时候呢 朝廷的这个制度运作呢 是很正常的 那么这种 在运作正常的情况下 昌志正式 坚持职守 不阿谀 宰相的情况呢 就比较多的发生了 比如说 仁宗刚刚 这个 登上皇帝的位置的时候 但是仁宗也是小孩 也是有这个太后 刘太后 崔廉听政的 那这个时候的 父宰相呢 昌志正式叫 卢宗道 碰到事情啊 特别敢说话 当时人家给他的一个 绰号叫 鱼头昌政 鱼头昌政的 这个卢宗道的卢 他的 这个字的上半个字 不是写成 写成一个鱼吗 人家称他鱼头 鱼头呢 还有鱼头这个 刺特别多 有时候呢 不小心就 梗在喉咙里边 吞不下去了 他如人们呢 以两层行义 来给他取绰号 一方面他这个姓卢 把他上面 这个头取下来 就是个鱼 叫鱼头 另一方面呢 他特别敢说话 就像鱼刺一样 像鱼骨头一样 有时候会让你梗住的 所以叫鱼头称相 说因为他的个性 就像 梗得像鱼头一样 那么当时的宰相 叫王清诺 卢中道呢 死死呢 对王清诺的这个意见 有所反驳 这个宰相 王清诺说什么 这个卢中道不同意 他们两个人 根本是不同的人 王清诺是一个 阿语 阿语拍马屁的一个人 卢中道呢 是个正直耿介的人 两人性格都不一样 所以两个人呢 关于事情的政府事情处理的 经常发生争执 王清诺有什么 想做所 所作所为 卢中道就会批驳他 批驳到什么地步呢 这个王清诺都受不了了 是吧 他就说了 他说 以前王荡做宰相的时候 就没有这种情况 他说宰相说话 老是被你副手反驳 哪有这样的事情呢 卢中道又反驳说 说王荡是什么人啊 是吧 他的这个品德 多好啊 其他人怎么可能 可以跟他比呢 如果你要是 做事情做得很公平的话 我也不会有意见了 换句话说 你怎么能跟王荡比呢 那么再比如 宋仁宗年间的 另一位这个副宰相 叫吴玉 那么吴玉这个人呢 也是风骨岭了 他做副宰相的时候 也是玉士港元 当时的宰相叫贾昌朝 这个贾昌朝呢 也是这个平庸阿玉 的一位宰相 那么据说当时呢 这个吴玉和贾昌朝 为事情发生争执啊 这个吴玉啊 敢说话以至于这个 同僚都听了都觉得呢 这个呢 太耿直了 说同僚听了以后呢 都为之失色 脸色都变了 觉得他太耿直了 为他担心啊 或者怎么的 那么吴玉呢 还要对皇帝说 我在这个位置 这是我的职责 我必须要有 把这个意见拿出来 是吧 如果认为我说的不对 或者认为我能力不行 你就把我罢光好了 你就不要让我坐这个位置好了 那么 吴玉呢 坚持自己的职责 职守呢 甚至呢 不惜丢光 当然 宰相和负宰相的意见 要是尖锐 矛盾 对立到这种地步呢 就没法合作了 所以后来仁宗就把吴玉呢 这个调离 调到苏秘院去 让苏秘院的这个 副手呢 过来做副宰相 宋代还会发生这种情况 皇帝 特别信任某一位 参知政事 那么他们因为这个参知政事 一个人的意见 把整个领导帮子的意见 都给推翻掉 这时候就推翻了 不仅是宰相的意见了 把整个领导帮子 做出的决定 因为某一个副手的意见 不一样 就把它推翻掉 甚至呢 也由于这个 副宰相们的意见 逼得宰相 退位的 宋仁宗年间 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宋仁宗庆历四年 也公元1038年9月 当时仁宗呢 想用陈志忠呢 做副宰相 做昌知政事 那么底下的建光呢 菜香 孙甫这些人呢 一致反对 认为这道任命不合适 那么仁宗 强行逛彻自己的意志 而当时的宰相呢 是杜妍和张德相 陈志忠到了 这个政府以后 出任副宰相以后呢 因为他是仁宗坚持 要认明他特别的 仁宗的信任啊 所以呢 他好多意见呢 仁宗就特别重视 特别这个听从 而陈志忠到了以后呢 与当时的宰相意见呢 经常不一样 那么最终 皇帝呢 好多时候呢 采取的听的呢 都是陈志忠的意见 也就是说 陈志忠做副宰相的时候 他所提出来的意见 皇帝呢 更喜欢 更能接受 陈志忠这个人呢 据史书记载呢 也是上场派马屁的一个人 因为他上场派马屁 所以皇帝特别喜欢他 是吧 所以呢 不顾人家反对的意见 那些建官 像蔡湘他们反对他 出来做副宰相呢 也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人品德不好 上场派马屁 但是皇帝最后 还是用了 这个陈志忠做副宰相 后来又把他提拔为宰相 所以说 在庄治时代 在独裁庄治时代 当官的 总是喜欢下面的人拍马屁 从皇帝到下面都这样 因为这个时候 做官是为上 不对下的 只要把上级哄开心了就可以 这才是 专制独裁政体的一个特征 宋仁忠在宋代 应该说是一个 比较开明的皇帝了 但是 在他在位的时候 正直耿直的大臣呢 在那个宰相 副宰相的位置上呢 待的时间是不久的 而这些拍马屁的人呢 待的时间就比较长 不过像这种苍之政事呢 得到皇帝的特别信任呢 他不久就会胜任宰相的 陈志忠也就是这样 那么这是苍之政事呢 与宰相意见不同的时候 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 也就对宰相的权利 产生了制衡作用 那么苍之政事呢 他有时候起到 也是另外一种作用 就是能够调和 中央政府的矛盾 起到一个润滑剂的良好的作用 所以呢 说苍之政事对宰相 这个工作的制衡啊 他不仅仅是表现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有时候呢 会起到一种弥合政府裂缝的作用 来调节宰相与其他大城世界的矛盾 那么维护和而不同 这个和的原则 那么在维护和的原则 过程里边呢 副宰相 发挥关键性作用 当宰相 受到其他人的攻击 受到上下一致的攻击的时候 那么自己为自己辩护 就显得 不合适了 人家也不一定会听他 也不一定会相信他 这时候苍之政事出来为他辩护 为他做一些解说 有时候就会得到皇帝的谅解 往往呢 能够呢 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这也是制衡关系的一种表现 这是制衡关系的一种正面的表现 比如说 高中年间的一个苍之政事叫张首 就曾经发生过 就曾经发布过这样的作用 史料纪在说张首 做昌之政事的时候呢 当时呢 这个呢 朝廷大臣 施玉石 施玉石就是 就是建光的这个首长 与宰相呢 叫放中营 发生争执了 那么张首呢 就为 从其中调解 最后呢 把他们的矛盾的化解开来了 那么后来的几位宰相 他们在治理政务中 发生的一些矛盾呢 也都有赖于张首的条件 那么史书记载张首呢 说他是左右 左右 左右呢 把这个凤呢 把它弥合拢来 那么张首呢 是把左右 弥凤呢 理解为是 昌之政事的 指手之一 是他的责任之一 他所做的弥凤 工作呢 大概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当宰相受到攻击的时候 为他辩解 这样呢 来求得正福和正与的稳定 一个呢 是 去维护宰相 所不喜欢的人 这些人确实有才有能力 宰相不喜欢他 那么张首也出来 这个条件 那么让这些人呢 获得应有的重用 努力做到人尽其才 调和各派的矛盾 南宋前期 南宋小朝廷得以稳固稳定 并取得军事战争的 一系列胜利 其中就有张首的这一份功劳 那么宋代还有过缝的 这个例子 就是仓之正式 车动政变 推一方宰相的 把宰相赶下台的 仓之正式 车化反对当权宰相的政变 是权力制衡的一种 极端表现 也就是说 在权力无法达到 制衡的情况下 就会采取消灭 对方势力的方法 去解决双方的矛盾 两宋期间 只有发生过这样一次的 这样子 这种情况之后 发生过一次 也就是南宋的时候 宋宁中开西商严 公元1207年的11月 当时的宰相呢 是杭托正 他发动了北伐战争失败 失败以后呢 要跟金兵呢 要跟金人呢 议和 就 就是呢 谈判 签订合约 这金人的这个 谈判的合约呢 他这个条件非常枯克 非常的苛刻 他说 寒托正宰相发动战争 你们首先把寒托正杀了 把他的脑袋送过来 我再跟你谈判 那寒托正自己 主持人家谈判 说那把他的脑袋先砍下来 寒托正当然不干了 所以寒托正呢 就准备 不议和了 不谈判了 重新发动战争 准备战争 而南宋呢 在前面打了败仗以后 已经没有力量再战了 朝廷呢 已经没有力量再战了 所以当时的这个 一位昌之正事 两位昌之正事 叫钱相族和李毕 就联合了政府的其他大臣 暗中发动政变 派人埋伏在路上 把寒托都杀了 那么这次政变呢 就是有昌之正事 他们呢 主要参与发动的 那么这样的事情 在两宋世界 是发生过一次 当然 昌之正事与在相的关系 最理想的关系呢 是何而不同 像这种何而不同的关系呢 我说是非常非常难以实现的 在宋代呢 也有一次是实现了 这就是当年的 这个欧阳修 范中淹 杭齐 这一批人在位的时候 还有呢 杜延 这一批人在位的时候 这些人呢 都是志同道合的 这个同志 在政治上呢 他们意见是一样的 而且在私下 他们私交都很好 但是碰到具体的政府 处理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们会各自坚持 自己的意见 会互相争论 就说明呢 他们没有因为私人的关系 而影响到 这个对国家事情的处理 该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都会坚持自己的意见 所以呢 这种情况呢 在宋代呢 出现了 就是说昌之正事与宰相呢 是同心同德 精诚合作 但是有不同的意见 还要提出来 这样的事情呢 在宋代呢 也就是只有一次 就是当年 在 这个范仲淹 欧阳修这一批 在位的时候 发生过一次 好 宗善所述 宋代昌之正事 是作为宰相的 行政助手而设立的 他们虽然一度取得 与宰相 分庭抗礼的权力 但是 时间都很短 应该被视为 一种非正常态 昌之正事的 职权的行使 是对宰相权力的运作呢 有制衡作用 不过 一个大的前提 是 昌之正事 基本被自于宰府 被 被自于宰相的控制领导之下 一个总的趋势是 昌之正事 越来越多的成为 宰相的附庸 或者成为一种制度的摆设 宰代昌之正事 职权的演变 与宰代的项权的膨胀 是同步的 好 这样就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